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前立委郭正亮一日预测说 拜登政府跟军方其实不支持佩洛西 他明天晚上不太可能抵台 报道称 郭正亮一日在网络节目《新闻大白话》中认为 佩洛西不太可能抵台的主要因为在于拜登政府跟军方不支持佩洛西 所以对佩洛西的提议有一些根本就是不愿意配合 或是告诉佩洛西很危险的情报 就让佩洛西一直修正他的行程 另外 郭正亮还从时间的可能兴趣推论说 如果佩洛西二日晚上要到台湾 基本上他那天早上还在新加坡 而且接下来还要去马来西亚 郭正亮强调 马来西亚是佩洛西办公室公布的行程 难道要去马来西亚快闪吗 这个能交代吗 所以郭正亮认为 佩洛西明天晚上不太可能抵台 郭正亮还分析说 日本的行程已经公开了 日本国会悼念安倍的活动 佩洛西就是代表美国去的 时间是在8月5日 因此最起码佩洛西8月4日晚上就要进日本 这样算下来 佩洛西如果来台湾的时间不是3日就是4日 然后可能是闪电来访 除非我们这边半夜跟佩洛西见面 因为没有时间待久的 从台湾媒体的报道来看 郭正亮最近关于佩洛西访台一事做出过很多分析 是一位媒体上的大忙人 此前一天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了郭正亮的另一个分析 佩洛西第一站是在新加坡 因此可能从东南亚由南往北窜访台湾 同时还要避开台湾海峡 如果佩洛西从东南亚前往台湾 她有可能从台湾东部飞抵台北松山机场 这样就能避开比较敏感的台海西岸和东海 当然 郭正亮的分析都留有余地 充满了可能如果这样的说法 其实 大多数关于佩洛西形成的猜测和说法都留有余地 比如台湾媒体传出的 有关佩洛西二日晚间抵达台湾的报道 台媒称 目前传出最新消息 佩洛西预计将在二日晚上10时30分抵达台北的松山机场 并入住台北军阅酒店 3日上午8时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会面 随后于上午10时离开台湾 报道还说 另据了解 因应佩洛西访台 台安全部门将会采取最高等级维安措施 至少都用安全局特勤人员及超过200名警力进行维安工作 另外 关于佩洛西在台入住的饭店 除了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军阅酒店 另可能是位于内湖区的万豪酒店 美国在台协会迁移到内湖后 美国官员或议员访台 多半住在万豪酒店 这次佩洛西也可能巡礼办理 台湾媒体注意到 目前万豪酒店外还没有设置路长 但有不少警察不定时巡逻 报道还称 一日下午 有外交人士透露 佩洛西预计二日晚间抵达台湾 将在台湾停留一晚 隔天 也就是三日上午 拜会蔡英文和安全部门高层 预计当天中午离开 不过该外交人士也坦诚 大陆对佩洛西是否来台反应强烈 佩洛西能否依照原定时间抵台 仍有变量 这表明 激烈的博弈仍在继续